他抽到的是錢碧國王的陣位 錢碧國王代表是什麼 代表是說他會得到很多的資源 而且就是他旁邊 他坐得蠻穩的 這個有一個王位 他這張牌是那個聖碧國王的陣位 也代表是說他在今年 很像到下半年 因為他是獅子座 是 然後又屬豬 是 所以說獅子座 下半年他本來事業運勢 因為沐昕即興進入到他的公位 很像會發光發熱 所以我是覺得他跟那個賴清德 很像蠻有的比的 有的比 可是我是覺得重點是說 如果說賴清德 他可以找到獅子座 來當他的副手 如果找女的 對 這是要找那個七月八月出生的女生 我覺得這整個態勢 整個會改變